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編 那相信大家都已經有自己常用的一個語音頻道 或是一個語音的軟體 那台灣的話大部分人還是習慣用RC 可是RC有一個問題就是 第一個他其實比較老了 然後在電腦上來說他不時的又會跳廣告出來 就是會影響這個我們的使用操作的體驗 那如果說換到這個手機上面的話 基本上登錄的時候你會看到他好像是一種交友軟體 他就比較沒有那麼直覺的這個介面 可以來讓大家來使用 那雖然說大家已經習慣了 可是今天這段影片要跟大家介紹的這個Discord Discord這個軟體他在國外已經行之有年 而且非常有名 那在台灣的話其實也有非常非常多的電競團隊 在用這一套語音軟體來做溝通 那他除了語音之外其實還可以傳文字圖片 甚至表情符號 以目前天堂M的這個遊戲來說的話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很多的這個 雪盟或者是聯盟 他們在溝通的時候 他們會透過幾個軟體 第一個是Line 第二個是RC 為什麼要這樣子用呢 因為RC的語音他就只能做語音的功能 那他雖然也有這個文字的部分 但是他的文字其實是相對於來說 你像Line的話 所有對話記錄是可以保留 但是RC的話 你只要退出這個群 你只要離開這個聊天頻道 你下次再進去的時候 你不會知道別人在聊什麼 那如果說群組裡面有溝通一些事情的話 有聊一些事情的話 其實大家沒有辦法知道 也就於因此很多人會因為這樣 而把聊天的事情把它轉到Line身上 或是傳圖片的話 就是換到Line的群組身上來做 那不覺得這樣子有點浪費你們的這個電腦資源 或者是手機的資源嗎 切來切去其實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因為等於你要多做很多事情這樣子 那如果是用Discord的話 它就等於把這些事情全部集中在一起 你們現在看到畫面上的這個介紹 它其實有簡單來講 簡單的介紹這個Discord的功能 第一個是它可以用這個手機跟電腦來同步使用 那第二個是你可以用邀請的機制 它會產生一個連結來邀請你的朋友 然後除此之外呢 接下來就是我要跟大家介紹 為什麼要用Discord的這個部分 這一套軟體 它到底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我們以天堂M來說 第一個我們會時常需要跟選盟成員聊天 那聊天的結果 聊天的需求 就是第一個你一定要傳文字 第二個你要可以傳圖片 那如果是可以丟連結的話 連結會有預覽 那這個我覺得都是很必要的 就是在遊戲裡面討論的時候 我們最常用到的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你要可以語音 可是語音有一個問題 你像RC的話 所有人就是以基本設定來說 以基本設定來說 所有人在聊天的時候 每個成員 只要在這個登入RC的時候 他都會聽到目前正在聊天的人 他們所聊天的內容 可是RC的話他就可以不用這麼做 你要聊天的人 你可以自己點個語音頻道 左邊這邊有一個語音頻道 你只要點進去 你就會自己去加入這個頻道 而且這個頻道 他還可以分功能 你還可以加入不同的人 進來參與這個頻道 我們簡單來介紹 我們先從這個文字的部分來講 文字的部分 我們現在點在這邊 他這邊總共有分成文字頻道 跟語音頻道 那現在這個就是進入這個設定 我們就是簡單的這個介紹 文字頻道的話就是這裡 你可以自己打字 這邊我們就是用大家好 這樣子 這樣子傳出去 那如果說你要傳送圖片的話 也很簡單 你可以從這個地方 就是按加 然後就可以去選擇你要傳的圖片 非常簡單 然後甚至表情符號也是可以 表情符號也是可以用 像小編他有自己加入這個風之谷 那當然是每個遊戲都可以自己加 他有一次自訂的表情 所以呢我也自己去抓來幾個天堂M的這個 等一下喔來 好他其實是可以傳送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在這邊不行 好不理他 他其實是可以傳送的 應該是我左邊這邊開太多了啦 開太多了 這個是為了示範喔 如果我們去風之谷去別的的話 應該是有機會可以傳送 好 類似這樣子 好那我們再回來講 這個是其中一個部分 圖片 文字還有這個表情符號 那他也有內建的 你可以用內建的這樣就可以 好這樣子也是可以的 然後呢 像我們一般在聊天的時候 你可能會有很多的主題 好那在這個文字頻道的地方 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需求啊 在這邊建立頻道 譬如說我現在要建立一個 我現在要建立一個 韓版的討論區 好那為了把這個台版跟韓版的討論 區隔出來 我就可以建立一個韓版的討論區 好建立出來之後呢 你看喔 我現在所有要討論韓版的 我就切過來這邊 這邊 好你可以看到喔 這兩邊的討論內容是各自獨立的 好也就是說在文字的部分 他可以做到 讓需要的人進來這個地方去討論 而且不影響原本的這個討論串 那這個文字頻道啊 你可以自己去新增 他沒有限制 你可以自己去新增 然後除此之外呢 我們再講語音頻道 語音頻道就是 簡單來說就跟rc是一樣的 你可以加入語音頻道之後 你就可以講話 然後在介紹這個功能之前 我們先來講一下 語音頻道他要如何 來做這個設定 他 以電腦版來講 他的語音 總共有兩種 這個說話的方式 第一個是 也是跟rc一樣啊 就是有語音按鍵 語音感應跟 按鍵發話 語音感應就是 你有講話聲音到一個亮了之後 他就會 把這個聲音傳出去 那如果是按鍵發話的話 就是你指定一個捷徑 然後按那個捷徑 按到那個按鈕的時候 他就會來傳送訊息 這個對於家裡面 你的環境比較安靜 對比較安靜 或者是比較吵 應該說比較吵的話 你可能怕用語音感應 會有其他的聲音 你用按鍵發話的話 就比較不會吵到其他人 好 那你可以自己來這邊做設定 如果是手機版的話 就不用做這個選項了 這個是因為電腦版的關係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按鍵發話 更正 手機版也是可以用按鍵發話 但是你必須要在這個 聊天的畫面裡面 點那個按鍵才可以 好 那 語音這個都設定好了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 他也是一個頻道 然後跟上面這裡是一樣的概念 那我這邊舉個例子 像我們平常這個盟友在團練啊 或者是打架 吃王的時候 我們會希望有一個頻道 可以來互相溝通 那這個頻道呢 基本上 我們又不想不想要去影響到那些 在掛網 或者是反正就沒有在線上 參與的這些盟友的話 那這時候我們就在這裡 開立一個叫做 出草吃王團練的這個頻道 那這時候很簡單 你只要在這邊點一下 看你想要去哪一個頻道 你只要點一下 他就加入了 他現在就可以加入這個頻道來講話 但這時候還沒有開始講話 因為我們剛才設定了按鍵發話嘛 那如果說我要講話的話 我剛剛設定的是F3 所以我現在按F3 你待會可以注意這裡 按下去之後這邊會亮一個綠圈 然後有一個聲音 亮綠圈的時候 亮綠圈的時候 就是他在傳送聲音的時候 那如果你看到其他人亮綠圈呢 就代表說他現在是在講話的狀態 這樣子 有沒有 ID也會亮起來 非常方便 那如果說你這個 這個團啊 這個功能 你現在沒有用這個功能 你要去參加 比如說我下面 新增一個叫工程站的 那這時候呢 要吃王的去吃王 要打工程的呢 我們來打工程 那如果說你想要在這個頻道之間切換的話 都不用做任何設定 你就點過來工程站 這邊點一下 你看到人就過來了 那這時候你的語音呢 你就會接收到 所有在工程站這個頻道裡面的這個 這個 玩家 選盟 盟友 非常方便 那 剛才暫停一下原因 是因為我以為那個語音把錄影中斷了 好 那我們再繼續講 好 那 除此之外呢 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地方 因為 RC上其實很多人會講話 或者是說你可能有聯盟的人進來 會講話 那有時候你會需要到 話語權的這個問題 就是你不希望 閒雜人等的聲音傳出來 所以呢 這時候你很重要了 假設我要在這個工程站裡面 我要設定成 只有特定人可以講話 我就按編輯頻道 然後在權限這邊 他可以這邊 這邊可以設定權限 你這邊這個身份你可以自己去設定 每個人可以給予他不同的這個權限 然後你往下面這邊看 這邊可以看到 他這個權限 是不是具備說話的這個權限 那假設說我今天十個盟友加進來 可是我只有兩個守護 我只要讓他們講話的話 這時候 我就可以 譬如說我隨便選一個 我只要讓這個 我只要讓這個人可以講話 然後我就把這個說話打開 可是呢 其他人都不准說話 除了這個群組之外的人都不能說話 我就把這個所有人的這個設定人 把設定成官 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呢 再儲存設定 這樣子下來 他們講話 在這個 只要在這一個 在這個工程站這個 語音頻道裡面的時候 他就會 以剛才那個設定 來作為 作為這個語音發出的一個根據 那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這個功能其實是很重要 當然要用不用 是取決於大家自己的需求 可是 Discord提供這樣的功能 讓這個 全線的管控變得非常非常的好用 好 那 聊天的部分介紹了 語音的部分介紹了 然後 再來我們要講 如何把這個語音關掉 好 就是如果說你都不要參加這些語音了 你要怎麼辦呢 第一個如果你想在這個語音群裡面 可是你不想講話的話 可以按這邊下面有一個這個按鈕 你按靜音 麥克風靜音 然後這邊有一個聚聽 就是聽不到所有人的聲音 當然這個是 所有的這個語音頻道都可以套用的 那你也可以在這邊按 在這個頻道上面按 他這邊有靜音 就是按滑鼠右鍵 寫靜音或者是聚聽 這個都可以單獨設定 那如果說你確定你要離開這個語音頻道了 這邊有一個中段連線 就是掛斷的這個圖示 按下去 你就會退出 他有一個音效嘛 你就會退出了 那非常非常的簡單 這個軟體 基本上就是這樣 然後 你在右邊啊 這邊可以看到這個 線上的成員 這些成員 我剛才有講到說 裡面有一些群組這個 的這個設計 我們可以看一下 身份組 所謂的身份組 他其實就是對這個 這個群有一些管理的權限 你們可以看一下 那他的設定 基本上 你們可以自己在研究 因為每個人的取向不同 總而言之呢 你可以在這邊自己新增 譬如說 我新增了一個叫做 守護 GU ARD 我要新增一個叫守護的這個 身份組 好 那我就選擇 我可以選擇顏色 綠藍色 你可以看到他的ID 就會變成藍色 那這個 他 我給他一些權限 可以給他一些 比如說 他可以剔除成員 封鎖成員 或者是他管理 暱稱 就是去幫所有人 所有這個成員 來設定 暱稱 好 這樣子 我給他這個權限 基本上 這樣子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按儲存設定 那就此之後呢 以後守護上線的時候 他就會在這個地方出現 好 那 還有一個地方沒跟大家講到 就是 像現在他這個是 列表是只有一個人 所以你看不出來 好 但是 如果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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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讓他 分開顯示的話 我們會這樣子 好 就是你會知道 你可以把這個 身份組與 線上成員分開顯示 勾起來之後呢 呃 日後 只要有守護的那個 ID的玩家上線 他就會在這邊 以另外一個 呃 應該說 另外一個區格啊 然後跟顏色來顯示這個 守護的ID 我們切別的群組看一下 這裡沒有 那我們切這一個 這邊我就 這邊也沒有 都沒有了 好 好 那 這個就沒有辦法去跟大家講 但是 這個大家可以去玩玩看 好 那這個 Discord的 簡單介紹 差不多 就到這邊 那至於說 你要怎麼去邀請你的 朋友呢 很簡單喔 在這個上面 你按 把這個拉下來 他這邊有一個邀請其他人 好 你點一下 他就會給你一個網址 好 那 這個網址如果說 你要 永久給你的成員 來使用的話 或者是以後的盟友啊 新加入盟友 使用的話 你記得把這個 連結 勾選為永不過其把它打開 好這樣子 你只要把這個網址複製下來 從此之後 你都可以用這個 這個網址去給 其他的成員來使用 然後他們就可以自己來加入 這個Discord的這個環境 非常非常的簡單 那 回過頭來 Discord的功能呢 他就是融合了RC跟Line 可以這麼說啦 就是大家常用的就是這兩個軟體 那 他的平台呢 第一個他支援手機 就是手機APP跟這個是一樣的 他的界面幾乎是一樣的 你只要稍微熟悉一下 其實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那 除了手機APP之外 他也可以支援電腦版 現在看到就是電腦版 然後呢 如果你這兩個都沒有 都沒有帶在身上的話 你還可以用網頁版 好 就是你直接開網頁 登錄一樣 可以去在線上傳圖 回訊息這樣子 都可以 這操作都是一模一樣的 好 他非常的方便 那 我個人的建議是 如果 不想要那麼麻煩的 去 開這麼多軟體 去聊天的話 建議大家去直接用Discord 這個 在國外已經流行很久 但是台灣真的是比較少人在用 好 那 小編覺得說這個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薦給大家 好 所以 如果有需要的話 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 網站上面搜尋 網路上面搜尋 Discord 連在一起的 Discord 就可以找到了 那他的網站有中文的 他的整個這個設定介面也都有中文的 好 你們都可以看一下 他這個也都有中文的 這個也可以去調整 好 總而言之 你們去試試看就知道了 這個非常好用 那 這一次的介紹呢 就到這個地方了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